可以996 也可以996 对因为不是说所有的爱好我每天都要做 也不是说我每个爱好我都要定期 安部就班的去做 比如说这些爱好我都喜欢去尝试 因为我喜欢尝试新的东西 你应聘的岗位第一岗位是什么 CFO CFO 你要求薪资多少 百万 就最低百万年薪 是吧 对 有地域限制没有要照顾母亲 如果第一限制给我激动的时间和地点 好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你如果回来 是不是你还没有下决心回到中国 我下决心回来了 那我还想了解一下是说 你不管在花旗还在复活 你这样子写了一个VP 你具体是在哪个部门呢 我在他的那个叫我们叫corporation 就是那个大企业 大企业 所以那你做的是偏审计风控还是其他的 做评估 你比较倾向于哪个行业 是你最擅长的 最了解的 其实我觉得行业对我来说 完全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对 因为我接触的行业太多了 因为我在金融这一块 打了 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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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已经十年以差 以上所有的行业我都接触过了 因为企业发展都是一样的 尤其是中国企业 在学很多外企 模式 管理模式 运作模式 那这一块的话 那他更需要我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力 好 天生我有才 来 我们直接进入职场经商课堂 工作空闲之余 应该用来兼职 还是用来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好 我觉得两个 那个兼职要看是怎么样 本职工作是第一 因为你既然接了工作 你一定要做得最好 那你认为做兼职 真的是为了补充收入 还是为了补充兴趣 我觉得补充兴趣 有些人是补充那个收入 是哪种 我是补充兴趣 好 这个答案 在你们看来 呈现出他一种 什么样的职场状态 他现在属于职场的 可以直接就熟了 拿过来就可以用的 一个非常好的CFO 就是他不需要再去雕琢 也不需要再去盖了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 把他的经验就迁移过来了 但我们现在在场的企业家 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是他的经验 能不能本土化的问题 那赶紧我们绕 这几个问题赶紧问吧 您在美国几家银行的工作里头 有涉及到亚太地区的企业业务 有公司 就是跨国公司 它在中国这边有企业 那一些合资公司的 对对 合资公司 有涉及到亚太区的一些并购吗 因为一些会计准则和一些监管政策 其实不太一样 亚太地区就还没有 对 然后我再问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残酷的问题 没关系 您到最后假设说您的母亲 就是百年之后 是不是还要回美国工作 如果这边没有什么要留我的地方 我肯定会去 就说你没牵挂了 你还是不是回美国 我就担心比方说对吧 他在这儿待不了多久 因为CFO这个岗位 不管是CFO还是说 相关在企业负责并购的这个高管 其实大家还是希望 他能有一定的延续性 而您在美国已经有十几年 将近二十年的经验 我相信您在那边有资产 有朋友圈 有各方面 可能也已经习惯了 您还回不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